爸 我一周回一次家真的可以的 我已经20多了 我长大了 然后爸 包括我妈 就随时大了 就多休息吧 我工作之后才发现您这么辛苦 作为您的儿子 我非常非常的爱您 严厉 我不好沟通 严肃 严格 严厉 外冷内热的人吧 稳重 思想 比较认真 比较细心的一个人吧 吃苦 顾家 伟大 有才 幽默 生活态度什么的也比较轻松一点 就是他帮我沟通嘛 比如说有一件事我告诉他 这个事应该是这样干 但是他想的是按照他的想法去做 然后我们两个想法 嫌人相反嘛 然后谁也说服不了谁 我已经20多了 爸真的不需要再天天看着我了 我一周回一次家真的可以的 有时候玩游戏玩得比较入迷子 打个电话或者怎么着玩游戏没听见 就回家之后说一下呗 不太做家务 基本上我感觉他下班就比较喜欢在沙发上躺着玩手机玩到睡觉这种 性格比较暴躁吧 怎么应对 不说话 再要应对他会打人的 喝酒 我就说这个你这个喝酒严重 他其实也不听 接不了 别管了 比较爱花钱算吗 一辆摩托车我就觉得非常的没有必要 年纪也大了 然后骑我也觉得挺危险的 就问我好不好之类的 就啊还行还行 但是遇到一些比较大的事儿就关于到比如人生的一些选择呀 比如找工作呀 或者什么这种可能会问我爸爸的会多一些 都会讲和爸爸讲的比较多 父子联心吗 我现在刚毕业 相信我一定会在几年之内 我会完全独立的 然后替你去分担一下家里的这些任务吧 我长大了 然后以后我会担负起更多责任的 我爸包括我妈就岁月大了 就多休息吧 我工作了之后才发现 您这么辛苦 压力也挺大的 感觉之前一直在不理解 其实很心里很难受 爸爸其实我内心里面非常感谢您 可能平常有说 但是没有那么直接的去表达 作为您的儿子 我非常非常的爱您 也非常非常的感谢您 更重要的是 我希望您能现在更好的照顾好身体 和妈妈一起 父母在上有来处 父母走了就只剩归途了 所以我们是希望真心 希望您能够健康长寿 现在我爸爸也不也不在北京 其实我也是很想你 然后我非常的爱你 辛苦了爸爸 爸爸我爱你 爸爸我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